今天大家看了这个发菩提心论以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看我们很害怕 他说你们太猛了 你们要一身成就 太猛了 好像是佛法没这张说法的 今天你看了发菩提心论 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别人说我们很猛 因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有惊可查 有惊可疑的东西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东西 实际上这个发菩提心论我就是去了宜兰之后才见到了 之前没有见到的 后来请松专门通过一些关系从台湾游记回来这么几本书 我才拿过来学 一学话不得了 因为我一生弘扬的东西居然都在这本经论里面 所以说我是讲在前书找到后面 很多的我教给大家的方法也是这样 方法先给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哪个经里面 而不是说我先去学了个经回来再教给大家 这个发菩提心论也是一样 所以说你们今天看这个发菩提心论会感觉 怎么那么像张老师写的 怎么那么像张老师说的 咱们每句话好像老师都在课堂上讲过一样 那就告诉我们的讲学没有离开经 没有离开佛的这个体系 佛学体系 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大的系统 叫什么系统呢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系统的一个 以圣经为系统的一个系统 这也是一个大的系统 那么我记得在这个圣经 以圣经进化的这个课程中 给大家都分享 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系统 它也是让你自己获得成为先知 获得大成就的 获得永生 不再也生死转回来 所以他没有说生死转回来 他就说获得永生 获得永生就是不死了 不死也不活了 活了就是又转世又来了 所以你获得永生就永远地活着 就不需要再去转世了 还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但它也是一个大的系统 是一个很正的 以一个指导大家去内修内证 自己成就的一个系统 所以在圣经与生命进化系统中 我给大家分析了 那目前还有一个系统呢 就是伊斯兰的系统 伊斯兰的系统 大家不要忘了伊斯兰这个系统 伊斯兰的系统 它真正的一经不一人 以这个可兰经来讲 它是一个很正的一个系统 它也是教给各位去承圣 那么它一个典型的特点也是 穆罕诺德居然跟六部慧能大师一样 一个大师不认识 一个大师不认识 结果是他可以讲出经来 张老师之前没有看这些经文 他居然可以讲出来 所以是证明他是哪里来的 不是一个狂会 有些人说自己的佛学知识很厉害 狂会今天讲一句 明天又讲一句 没一个理论系统 你要有一个理论系统 它不是狂会 将来你讲的东西一定在经中 可以找到它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 佛头说他那一生来 他没有讲过几个 但是他没有讲经 他又说了四十九年的经 很奇怪 他说什么 我所讲的都是古佛说的 换句话说 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佛经的经典 是因为他讲了以后 经典才会挤结出来 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 居然都是古佛已经说过的 张老师有时在课堂上讲过的 居然都是佛所说的 那就告诉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自己的狂会 变出来的 而是在一个理论体系中 在教大家 这个理论体系 我们现在在跟佛学相应的体系中 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找到了一种经典 就是唐秘 就是补空大师 在唐朝时期创立出来的唐秘 真正的我们的根 我讲给大家很多东西的根 都在这个系统中 现在找到了相关经典 我们才发现 一模不两样 包括将来有机会 再给大家分享 孔雀明王景 讲一遍孔雀明王景 而不是只剩下的名情都算 那你就看到我们原来教的很多东西 都是在孔雀明王景中的 还不是张老师读穿